日前,负责长征、神州、北斗、天问、嫦娥等国家重大航天项目的科学家团队抵达香港,开展为期五天的访问。 6月23号,中国工程院院士神州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七发任在香港理工大学展开访港后的首次讲座,主题为中国航天与航天精神。 讲座现场反响热烈,有学生提问,香港大学生能否有机会到中国内地的航天部门实习和学习? 七发任回应称,中国的航天事业需要全国各地各方面的青年人参与,他还鼓励香港青年人参与到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 这次我们这个代表团里啊,就有那么五六个年轻的同志,就只从香港各个大学毕业,现在他们都在重要岗位上工作。 所以我想啊,我们从我自己来讲,或者我们这个组织上来讲,就是热情的,真诚实业的,欢迎我们在港的年轻的同学们,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航天上来。 分享会结束后,有现场学生对记者表示,此次分享会令他们获益匪浅,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科学家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现在生活学习条件的来之不易。 他说嘛,苏联的那些科学家,就是撤走这些物资,国家在这么困难的阶段都可以研发到东方红一号,在这个大气层那边广播祖国的歌曲,那都是很深刻的一件事。 特别是觉得,约是在说他们之前的一些,老一辈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就是让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然后要努力珍惜现在的这个学习环境吧。 航空学它设计得很好,就是它做到的,它很伟大的成就,它那个,就是它,人家外国都要做了三次才做到的,它一次就做到,成功了,觉得它很厉害。 尤其是当他提到的早年的那些经历的时候,以及一个人爱国啊,为什么会有早年的时候,他们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就是融合在他们自己的心里面的那种,就是爱国的那种情怀,以及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部分肯定还是触动还是比较大的。 我听到教授讲述他自己的科研经历和他的工作经历,然后讲述他自己在遇到一些工作上,遇到上一些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去想办法去克服,然后我觉得对我的工作,生活有很大启发, 因为我平时工作啊,生活啊,可能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年轻人嘛,会想放弃,或者想其他,其他一些就捷径。 但是我觉得,其他人是他这种航天精神,自知不倦地追求的航天精神,直到我学习,然后对我今后的工作生活,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令我最深刻的是,就是中国的航空,就是航天是很难,就是一步步慢慢来的,他告诉我们要脚踏实地,慢慢一步一步做,不要上一步登天。 现场也有不少参与活动的学生表示,西院士的分享会,不仅促进了他们对中国航天事业的了解,更点燃了他们的太空梦。 我其实都想从事这一方面,就是我对这一方面都很有兴趣,由小到大都是,就是都会有这个想法去在这一方面发展。 更加好地做好自己,在自己的岗位发光发热,是哦,谨记自己追求的东西。 想好像他那么厉害,就是想自己努力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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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